这个画出来的那种风景的壮阔 让大家感受非常宁静 这位是美国的画家乔治 乔治英尼斯19世纪的 所以他把美国的大地或欧洲的大地 来把它画出那样的一个场景开阔 但是也画出了大自然的威力 那样的一个风云变色的一个情形 让大家感受非常深刻 然后森林的深水 那样的一个马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你看看站的一个比例跟人站的比例 相对跟国画中也是很类似的 站的比例很小 更大的比例是大自然界的情形 这是他画作中可以呈现出来 他风景画里面得到大家肯定的部分 他非常有名的一幅画是这样子 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峡谷平原 这个山 这个群山环绕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正在进行人类革命性的一个进展 火车工业 所以大家这里有看到火车 肯定有看到因为有蒸汽嘛 你可以看到火车在这样的一个 轨道中往前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把这个焦点转到这里来 看的时候你看看 这个代表的是城镇 所以在城镇中我们有什么象征的 象征的一个建筑物教堂 知识教堂 所以在那个时候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样 这个宗教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一个城镇的旁边 你看这里有很多住家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力道的地方 就是教堂 那火车蜿蜒经过这样的一个轨道 往前的情形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人占的比例也是很小 那我们把这个人放大给大家看 他的一个姿态 然后眺望着远方的 火车要来的这个情形的时候 代表的是什么 一种期盼 好像革命 工业革命会带来一个人类 幸福指标的一个提升的期待 事物从他做之中 我们就会感受出来 在把他前面这个地方放大来看的时候 这里有很多被砍发的这样的一个树木 所以有人会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当时 印尼斯就有那样的想法 说环保 我们这样破坏环保将来会有反扑 我想当时那个时代 还没有那样的一个想法 他只是说为了建设 所以把那个道路给他弄好 所以火车就从蜿蜒的 从这个地方经过 然后这里有个圆形的车站 在这里很像彰化 我们那个圆形的那样的一个调度一样 可是那个是未完成的 他先把它完成 先把它想象化出来的一个情形 来呈现出那一个时代 充满着希望 希望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